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下列這些不等次 在束線上解集合的長度 哪些是相等的 我們看第一個 它長度多少 第一個的話 你把它畫成束線的話 就X根根號的距離 小一等於3 就是以根號五回中心點 那以根根根號五的距離 小於3 那就是 根號五加3 就以根實話在這裡 以根實話跟根號五的距離 它是小於3 這一段是3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根號五 減3 這裡是3 所以它長度多少 長度是6 這長度的話 就是2 2乘以3 等於6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一樣 這個的話 是以什麼呢 是以這個 呼根號五為中心 然後這一段是3 這一段是3 然後這一段是 然後這距離多少呢 這距離多少呢 這個的話 它的那個長度的話 是等於2 2更好 它是以3為中心 然後這距離多少呢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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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3加更好 這是3-更好 這是3-更好 然後再我們看來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首先呢 先要滿足一個條件 就是x-5要大一點點 x-5要大一點點 x-5要大一點點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再來的話 我兩邊給它平方 兩邊平方一樣就是 x-5-5 小1等於3 所以我就曉得 x 他小1等於3 加更好 那小1等於3加更好 那大1等於多少 大1等於更好5 所以它長度多少呢 長度的話 就是3加更好5 3加更好5 那這個是等於更好5 所以距離多少 這距離是3 這6 6 那2更好 這3 所以L4 是等於3 然後再我們看 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跟什麼等義呢 跟這個等義 就是說 絕對這個時候 小1等於1 更好多少呢 14加2更好 所以它是以這個圓點為中心 然後這個多少呢 就是 這個長度4就等於這個 正的14加2更好 所以它長度 那5是等於多少呢 兩倍的14加更好14加2更好 那兩個一樣呢 就是 1跟2一樣 L1 跟L2一樣 那跟它不一樣 跟它也不一樣 這三個都不一樣 這個通通不一樣 只有這兩個一樣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1 與其他更好 是 3 5 6 6